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兩晚我追上去 看完整個《中年好聲音3》 各場比賽裏面的影片 用鑑定語統 藍牙語統 用友善語統都分別聽過 十位八位歌手的歌 重覆聽 首先以下所說的 代表我個人觀眾的立場 去講解這個感受 首先開頭值得一讚 就是導演的安排 因為至於歌唱比賽的程序 是否公平 或者項目會否有人為 那些我就不評論 始終它是節目 不是純粹很單純的歌唱比賽 始終是大有商業成分的歌唱比賽 這些就不評論 因為最重要是觀眾好看 站在導演的角度 在這個導演方面 其實我也值得讚揚 因為為什麼呢 裏面的參賽歌手 其實風格是 兩集裏面都有不同的風格 節目出來 帶給觀眾有不同風格的表現 這樣就好看 這是站在節目的立場 去觀眾的角度去看 好看的 評判團跟上一次都差不多安排 都是照單執藥去做 好像裡面沒有什麼變化 裡面都是說 那些參賽者 咬字 詞 曲 其實歌唱比賽都是說這些 那些評判 我當然是不會去評論 為什麼呢 那些評判 每個都獨當一面 還有有分享江湖經驗 歌唱經驗 那樣東西 其實他們都很異熟能詳 那些歌手 好像我之前評論也是這樣 那些歌手一唱 其實那些評審 那樣東西 都已經知道 他們有什麼問題 那樣東西 但當然在螢幕前面 就有一點點是收一收的 那還有 如果站在我自己這個頻道出的影片 當然是分享我個人的感受 那有些評語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到現時為止 和中年好星針2 都是差不多 在鏡頭前面 評審 那樣的評語 還沒有帶到一個 類似白落的形式 即是說 令到歌手可以再跳脫 去進步的評語出來 現在暫時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看到這些評語出現 希望評審團 其實說真的 在節目裡面 都可以落重一點點藥 令到整個節目比較脫穎一點 即是不要說來說去 都是那樣東西 因為當然 你歌唱比賽 保險就是說來說去 都是那樣東西 但是 這個中年好聲音成功的原因 就是 其實就是背後的一班參賽者 有上下 歌唱的經驗 然後保持著那份熱血泥參賽 這樣才會成功 現在就希望這種熱血 都可以帶給那些評審 那些評審可以落寵 一些 對比 可以說一下自己評審 本身的經驗值 再套到歌手那裡 會不會再好一點 會不會節目又好看了 還有歌手又再獲益多一點 我這裏 希望可以給到一個 好的提議給評審團 希望可以令到這個節目 再跳跳一點 好了 接著到場面那裏 我覺得 TB那裏可能是預算問題 又不知道錢 預算的錢 是否用得其所 如果我站在觀眾的立場 我覺得應該要改善 為什麼呢 這班參賽者 其實是來自其他地區 不是來自我們香港本身的地區 其他地區 說真的 有時 人要面 樹要皮 尤其是這些公開節目 其實我們香港 搞這些舞台的形象 是否應該要再高檔一點 即是文雅一點 講得高檔一點 因為它現在 雖然不是決賽那樣 但是 如果我站在觀眾的角度 我就覺得比較老套 為什麼呢 首先它用了一個 比較old school 的東西 就是遮住了 接著只有一個影子 好像很神秘 好 接著評判按燈 他就推出來 打橫過 接著去到一個透明箱 但打橫過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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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是一個四方塊 銀色的東西 接著有一個 保衛條例裡面 安全的扶手 一塊 一塊好像砧板那樣的東西 站在觀眾的立場 我自己就覺得不好看了 接著上面 就貼了一個很大的廣告 按燈已經保衛圓 再貼了一個台 又保衛圓 接著在節目的框 又保衛圓 喂 大哥 這是什麼節目 是保衛圓的歌唱比賽節目 有時候 我覺得一些公關 可以做好一點點 我覺得很 如果我站在觀眾角度 這些東西 可以改良 那架車可以包裝好一點 都可以的 不用整塊砧板那樣推出來 整塊 好像別人劏豬那些 整塊鐵板那樣出來 很噁心 因為這個形象 是直接你帶給其他國家看 例如 我稍後講的這位歌手 他是來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人會看到 看到香港 會不會是很差的節目 會不會香港經濟很差 因為別人會聯想起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一個公眾形象 就是香港的公眾形象 其實我覺得 傳媒或電視堂 是有責任去做好一點點 其實你一樣是用這樣的模式 但是你佈置一下 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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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可以 不要有它一塊砧板出來 這個是我希望製造人員 或台前幕後那些 可以看到我這條片 我也是很用心良苦 去做一個好的提議 希望你們可以接受到 可以改良一下 好 至於背景的那些 其實現在大部份 都是用LED模式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都 你說初賽都可以 有些同學在後面 簡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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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可以 這些就沒有什麼問題 接著到聲音 聲音跟一二都是出現的弊病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音樂聲 不知道為什麼出來的片 它現場就應該未必是這樣的 但它出來的片 大家可以用鑑定耳筒 鑑定喇叭 諸如此類 甚至乎你到Hi-Fi去聽 你都會發現 音樂聲大過的人聲很多 大很多 但因為歌唱比賽 就還歌唱比賽 就不同演唱會的做法 歌唱比賽 就應該你出來公眾的片 那條聲音 就應該是唱 那個參賽者的聲音 就算不是大 音樂聲 你都不可以給音樂聲 掩蓋了那把聲音 因為你給音樂聲掩蓋了那把聲音 就不是叫歌唱比賽 而是叫做一個演唱會 一個演唱會 因為你 就算在現場聽 你現場的 VA喇叭 這樣播出來 基本上你是混和了音樂聲 你聽不到歌唱者 很多的聲音 那你怎樣去評審它 這個是問題 好像我這兩晚 我分別用不同的耳機 去聽他們 因為音樂聲音 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的聲音 比較接近耳機 有很多的 例如歌唱者的聲線 特別清楚很多 你現場的喇叭 因為它有環繞 還有音壓 再加上音樂聲 比人聲大 根本上你是聽不到多少 這個是要改良一點 改良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難可以爭 不要說和其他地區爭 你和中國爭也未必爭 因為你看看中國的歌唱比賽 的人聲都是比較突出 為什麼 你已經說明歌唱比賽 當然那個人聲會比較突出 別人聽的時候 對耳毅的參賽者的聲音 可以主觀一點 普通的觀眾說 高手就民間 你不知道民間裡面 有多少聽歌的人 是厲害的人 他們都很想聽多些 他們唱的東西 就會集中去自我評審一下 不同的觀眾都可以評審 這件事就希望TAB 都可以改善少許 改善少許 好了 以上我講的都是一個 很善意的提議 並不是什麼批判 就是希望 我很希望香港 搞音樂的東西 就越來越好 所以 去到活動我這個年紀 我都很想把我的經驗 很善意地 我看到有缺點我又講 看到有優點我又會講 你知道 一個人年紀大了 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我的頻道就是這樣 好 接著來到這一部分 就講一講 他裡面的參賽者 這位歌手我特別要講 之後就會立即講 首先我會講其他歌手 這裏沒有樣子看 免得整個樣子看 譬如有一位男歌手 他是唱動力火車的歌 其實他一邊唱的時候 都是唱動力火車的 mood 出來的 當然 你知道動力火車的歌 是一層一層的 其實他拿捏得不錯 接著 去到中後段的時候 他就用了他自己去賣 平時去和朋友唱 或者他自己有表演唱 這樣的情況出現 即是自己的Solo 的Styling出現 這個在歌唱比賽裡面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 觀眾的角度 和我自己的觀眾的角度 就給一給意見 給這類型的歌手 參賽你那首歌 到底唱得好不好 觀眾是會自我去 和你評審 其實你唱那首歌的原意出來 已經很難 因為在歌唱比賽裡面 大部分都唱不到原本的原意 即大部分都是 他是唱到一個殼 但唱不到裡面的肉 我們俗稱的感情出來 多數都是這樣 但當然評審是會 不是那麼重手去評他 還有在香港的歌唱比賽 亦都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或者是有些人會覺得他是跳脫 但我的角度就會覺得是跳脫果龍 好像剛才那位歌手 為何我要特別說他 就是他去到後面 用自己獨立形式的風格 出現的時候 其實整首歌和之前的原意 完全不同 他當是自己的演唱會 演唱會演唱出來 這樣就有問題出現 如果演唱得剛剛好 就可以了 但你太過人化演唱出來的時候 讓觀眾的感覺就會喪失了一個參賽的味道 為何呢 參賽其實你要表現出來的東西 正如我剛剛所說的東西 就是你可不可以還原那首歌的原意 你不需要 你未必一定要跟原唱去唱 但他原本的歌詞旋律的韻味 你能否出現出來 這才是重點 但之前香港區的歌唱比賽都是這樣 監製也好 不如跟參賽者說 你不如唱出來有些不同 其實這件事 說真的 你是要歌手去到化境 才唱出來有些可以不同的東西出現 如果你是一個正正常常的歌手 其實你有多少個可以超絕到原裝的人 其實你唱到原裝的人 那首歌詞的韻味 其實已經是很難的東西 我又重複一次 大部份的歌手其實都唱不上 唱不上原本的東西 然後加了個人的solo 還要有很多時候過籠 其實這個是 站在我觀眾的角度 我個人意見就是出現了一個病態 我覺得參賽者們可以收斂一點點 不要太過solo 這件事比較抽象 你去到solo 剛剛好就夠了 不要太過分了出來 否則觀眾會覺得 你前半部這樣 後半部這樣 就很壓得 你不是歌唱比賽 好 希望參賽者可以在唱腔 個人solo裏面 如果看到我這段影片 可以參考一下 收回一點點 會好些 這不關唱歌自由的問題 而是大家嘴一嘴一下我剛才所說的 那首歌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希望各位歌手可以聽一下我意見 可以更加飛升國際一點點 這些都是善意的提議 然後重點就是講這位歌手 為何會講這位歌手 我點一下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關佩玲 其實名字都很漂亮 樣子都可以 高度我看到都可以 聲線都可以 為何要特別講他 就是因為是一個尺度問題 看了他這段影片之後 很多評審都指了他很多的缺點出來 包括他的唱腔 咬字 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我就要發表一下我個人的意見 我就有一點點要補充下去 那些評判所說的東西 當然有他的專門意見 但我覺得我要跟他補充一點點東西 這一點點是什麼呢 亦是一個可能對他未來的歌唱事業很重要 因為他這個歌手一唱這首歌的時候 引申了兩個問題出現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香港的歌唱比賽 那個尺度到底是有多窄 不是有多闊 是有多窄 我看到是很窄 不是很闊 那就是問題出現了 因為整班評審跟之前一樣 說真的 在參賽者的選拔 其實跟之前的中年好聲音差不多 都是選出來的 都是類似這樣的人 我看到包容度很窄 為什麼呢 其實他唱這首《夢中人》 其實他唱這首《夢中人》 我們普通的觀眾 都會接受了王菲 即是王正文的唱法 王菲那種唱法 其實已經是深入民心 以及他之前的監製 就是王菲他自己斟酌過 他再唱這首歌 因為原唱是很深的 原唱其實就是熊梅樂隊 熊梅樂隊 名字我未必讀得正 叫做熊梅樂隊 熊梅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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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脫脫的 你知道他這隊樂隊 都是比較脫脫 以前都是一些電音 即是早期的電音樂隊 你知道早期的電音樂隊 當時未必分清楚 有Happy Metal、Den Metal 之類的東西出現 電子樂隊 那個年代 始終都是九幾年 那個年代 就是比較流行一些 新進迷幻的電子音樂 即是這樣的 他這首歌 其實是Dream Dream 他就是講一些人 即是他講 將他人的思維 就反射到一個夢裡 就引申了一首歌出來 其實是很抽象的東西 你看回那首詞 他第一句就是 我每天都在做夢 類似這樣的歌詞 那時候 他原作的那首歌 唱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跳到媽媽都不認得 因為他夢裡 他將他人生 用一個夢的形式描出來 已經很抽象 再加上他夢裡 天馬行空是無限的 尤其是這隊樂隊 原本是愛爾蘭的 但他唱的康口 就有點不像愛爾蘭的 因為他唱出來的時候 他有少少尾音 聽到出來是有少少尾音 甚至乎有少少法國的味道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首歌 你要看過那首詞 才知道他在做什麼 然後他唱的時候 就好像 在十八層地獄再上人間 那首歌是這樣的 所以他這首歌 他原作的時候 他喊歌的時候 他也喊得好跳 然後唱的時候又唱得好跳 我們現在聽的王菲的版本 其實是收斂了少少 王菲就用了他很圓潤的康口 就唱出來 就為了要適合 說真的適合我們王總人 可能是我們王總人 或者亞洲區的人 是能接受到那種跳脫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聽他的原作 你未必接受得到 因為太跳了 手歌好跳 然後這位歌手 關佩玲 關佩玲 他唱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相信他量度了很久 因為他很想保留 Crumbrary 這個樂隊裡面那種韻味 又帶有王菲色彩的 即是夢中人那種Key 即是那個Melody 那個Styling 接著他王菲唱出來那種風格 那種韻味 他又很想把鷹和鐘混合在一起 當然聽他講廣東話 他都不是說到我們漢族裡面 尤其是我們香港形式的廣東話 即是未必是很準 當然他裡面唱出來的時候 他為了要配合那個Key 配合那個Melody的時候 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把他自己的經歷 他自己一路唱歌以來的經歷 就加了下去 所以你看到他 他英和鐘唱出來的時候 那個Key是很合適的 其實是很合適的 但很可惜評審裡面 因為每個人都借入了固有的形式 在這裡我又要強一強奪 好不好聽是很個人的 我站在我的立場 就是覺得 因為他是夾雜了 有幾樣東西 就是剛才所說的幾樣東西的情況裡面 其實這首歌 我看了這麼多位參作者 其實是最難的一首歌 但他是拿捏得非常之好 站在我的角度 如果是拿捏得他的咬字 為何你香港港式的廣東話 你又不咬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包容性不夠強 因為固有了 就是說這些歌 一定要是香港形式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會給你很多很低分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就不太合適 在一個歌唱比賽裡面 應該在這裡 我就希望各位觀眾也好 歌唱比賽是可以無限的 如果你說要聽原作的 原本一模一樣的東西 其實在歌唱比賽裡面 其實意義不太大 而且level都算是比較低的 因為在歌唱比賽裡面 正正就是除了像我之前所說的 你要唱到本身那首歌的韻味出來之外 還要有你個人剛剛好的風格在裡面 這是很考驗大家對那位歌手的包容性 如果這位歌手說真的 如果他唱出來 他配合那首歌 其實我站在觀眾的立場 我都覺得他英文和中文的Key 那個Styling 其實都很match 但是很可惜我看到 在我們香港區的包容性很低 我覺得很平心而論 在這個中年好聲音3裡面 因為其實之前1、2 我都已經有過一兩條片出來 給個意見 我都很希望中年好聲音3 比中年1、2更強 所以如果平衡性比中年好聲音1、2更闊 我相信中年好聲音3的成績出來 會更加好看 更加跳脫 以及會適合更加廣闊的年齡層 因為說真的 中年好聲音3 很多中年人會去看 因為你名字的問題 但年輕人有多少人去看 或者有多少老年去看 這件事也是一個商業考慮 或者我們香港如何跳脫 去提高一個歌唱比賽的層面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位歌手 唱這首歌 希望可以誘發到 觀眾也好評審也好 或者TV管理層也好 希望可以不要複製又複製 可以再包容一點 令整個節目跳脫一點 讓年齡層有多看 整個節目的收視應該會再高一點 暫時對中年好聲音3 意見就提到這裡 至於歌手各方面 因為它始終都是初賽的形式 我聽到頗多的問題出現 有很多評審都說了 這些我免得重複 有些KOL也說了 我免得重複別人 我看見之後的集數值得說 我又會再開咪再說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我善意提議 可以多些人聽到 喜歡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可以擴闊一下自己的包容性 希望音樂這件事 因為如果為音樂好的事 我會不停去做 不停去講 希望可以多些好的提議 令整個樂壇更加好 因為現在的世界很複雜 我覺得音樂可以抒發大家的情感 希望世界和平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段影片見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以及隨便分享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